大溪企業研修所 大溪企業研修所是由兩毛青老師 他希望一心想要做傳承的工作 然後來到台灣 那這樣的因緣際會下 就在大溪啟動了大溪企業研修所 那這個研修所是以一個三年制的方式去做進行 那用三年的原因是因為老師認為 三年是一個素人到職人的一個啟程 那這個研修所得到的地方 那這個研修所得到的地方 7的原料很簡單 它就是取次於大自然的七素 那取完之後它就可以精煉成一層 我們可以想像它就是現在生活裡面的 最天然的超級鍍膜的這個功能 那它就會放在我們的生活的器皿上面 尤其是木的胎體是最為常用的胎體內容之一